有家点纠分 台北市这名男子这一天撞进了她的太太跟另外一名男子看起来很亲密的在街上买衣服 她当场促进大发发飙 对着对方的拳打脚踢 造成对方这名男子右眼几乎失明 虽然双方以170万和解 不过法院仍然判她一年10个月有期徒刑 当时女主在东区这一家服饰店挑衣服 结果呢没有想到跟旁边男子撞似亲密 劳工见状就冲进来 母打男子右眼 这次真的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 我觉得我还看见这个事情 服饰店店员说都不知情 但是人来人往的店里 当初促进大发的胡姓男子看见妻子跟别人逛街 直接拿防狼喷雾气 喷对方的脸 还呛瞎说 跟我老婆在一起 你不想活了 尽管客姓男子不断求饶 胡姓男子还是对他拳打脚踢 抖治他右眼眼睛瞎跳 就算能治好 视力不到0.01 几乎等于失明 胡姓男子仍在信义区豪宅却低调不肯回应 法院审理之后认定他涉及重伤害罪 虽然双方以170万元和解 仍然判处胡姓男子一年10个月徒刑 缓刑5年 因为一时情绪失控 在服饰店对情敌大打出手 代价真不小 主任新闻林一清 陈麦威台北采访报道